你敢相信吗 本以为非主流三巨头已经成为时代的眼泪了 没想到三人凭借各种方法一军突起 依旧霸占当今乐坛 你敢相信你现在喜欢的歌一半都与他们有关吗 光是小田哥代表人物的头衔 可不够夸赞汪苏龙这个人呢 近两年他在乐坛中可是靠改编出了名 一个不管什么歌 汪苏龙都能改编成小田哥的说法 将汪苏龙捧成了音乐才子 但他也确实不是水货 几次灯台改编到至今依旧广为流传 怎么也飞不出花花的世界 你要结婚了 新郎不熟 我害怕鬼 但鬼为上我孙 感谢你特别邀请 来见证你的爱情 甚至在当时与华晨宇的改编PK当中 网友们都一直感觉 王苏龙的改编更胜一筹呢 毕竟有谁会不喜欢甜甜的小情歌呢 因为水果台突发奇想搞起了混音杀 首期就邀请到了8090后心中在音乐界传奇般的人物许松 开场连唱五首经典歌曲的节目片段 还没开播就已经在网络上疯传了 趁着热度大批账号开始剪辑有关许松的视频发布 大家看着看着这原本不是粉丝的也忍不住喜欢上了他 还在不经意间折服于他的才华跟有趣的灵魂 随后更是凭借一张越长越好看的脸 被粉丝们笑称为老来翘 与此同时 他的中国风 他音乐中的讽刺批判 与他歌词中所透露出的文字底蕴 都能轻易让大家在一瞬间真实地爱上他的才华 原以为在三居头当中徐良是最默默无闻的一位 没想到啊他是在闷声干大事呢 众所周知徐良人称外号戴妹狂魔 但大家不知道的是逐渐退居幕后的他成立了新的团队一寸光年 团队的业务能力很强 近几年网上爆火的不少破译神曲都出自徐良团队之手 之前听的时候不仔细 如今知道了有徐良这个情体之后 突然发现这些歌真的都好徐良呢 怪不得反应过来的网友纷纷留言 一直以为他们是抄袭 没想到都是徐良 我说现在的网红怎么都这么有才了 原来还是他们三个人的歌呢 哎呀搞了半天喜欢听的还是他们三个 印象中时代的眼泪进化成了如今退居幕后的推手 这是他们在发光 在实现价值 也是我们的幸运 在见证一个音乐人的成长 并且有幸与他共享成果 对此您有什么想表达的吗 我们的字幕后就会发现了 我们的字幕后就会发现了